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板块看待了一篇名为《莫斯科保卫战》中的英中民兵师的文章 在民兵第六师的英勇战绩中 女兵留下了浓诺重彩的一笔 奔赴前线的女兵 1941年10月 德军发起了向莫斯科的最后冲击 战场局势危急 为了弥补前线的巨大损失 莫斯科地区开始进行彻底动员 民兵第六师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组建的 这个师的主要指挥架构 和许多军官来自军队 但大部分普通士兵 则是从莫斯科各工厂紧急征召而来 武器 尤其是重武器十分匮乏 许多民兵战士穿着工厂的工作服 拿上步枪和手榴弹 就奔赴了前线 动员参战莫斯科第二 第三访织场的女工们参战热情极高 一开始 她们没有被允许参加 队伍 战争还不需要你们上去 后方的战斗同样重要 但很多女工仍然坚决请战 最终 她们组成了一个民兵临边入民兵第六师 开赴莫斯科南部的图拉地区参加战斗 1941年11月12日 女兵们驻守的图拉西南部的拉姆斯科地区 卷入了残酷的战斗 德国第190步兵师 52步兵师 已步在坦克核重炮的掩护下发起猛攻 虽然民兵们进行了激烈抵抗 但寡不提众 活力也不是一个等级 阵地很快被突破 分割包围 女兵营在战斗中损失更是十分巨大 德军站着群俄罗斯姑娘的战斗意志 却让德国人感到害怕 二连一班班长科斯罗夫 纳在身负重伤后 拉向身上的手榴弹 冲入敌阵河的军同归于尽 当面进攻的德军一个连被这个景象彻底下注了 当场溃败下去 这次进攻就这样垮掉 一名德军伤兵哀嚎 我们到不了又此刻的 阵地上的不是士兵 是女巫 女兵营最后只剩下六十多名战士 子弹全部打光了 他们的阵地已经被包围 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投降当德国的俘虏 伴随着营长上刺刀的命令 女兵们端着插上了刺刀的步枪 那喊着冲向了蜂拥而来的德军 他们大部分都牺牲了 只有两人被炮弹炸运后侥幸生还 可能是因为德军急于向前推进 没有仔细清理战场 他们最终得以逃过魔爪 辗转回到了友军阵地 要不是因为他们 或许这次英勇的战斗就不会被知晓 科斯罗夫那后来被追授最高英雄勋章 很多战士也得到了追授的荣誉 1945年 以胜利者姿态出现 在柏林的女兵德军方面的战报 也提到了 遭到了俄国女兵的激烈抵抗 其内部报告还提到一名少校 被残酷的战斗变得精神失常 尽管是九经战阵的士兵 可仍然精神恍惚多日未能恢复 越来越多的德国士兵 在冰天雪地众议时岛 莫斯克 已经成为了一个永远不可及的目标 挡在他们面前的除了恶劣天气 还有战斗意志坚决 敢于牺牲自己的对手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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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